大家好 今天在门诊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有个患者说 他有痔疮 然后的话呢 让我给他开一个证明 证明他有痔疮 不能够接种新冠疫苗 我说痔疮和新冠疫苗 没有任何关系啊 又不是往你痔疮上面打一针 我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然后他就生气了 在那里大吵大闹 但是的话呢 我坚持我的原作 我不能给他开这个证明 因为这两者之间 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 你看这样的朋友啊 为了逃避打疫苗 居然让我开这样的证明 当然的话呢 你不打疫苗 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作为医生 我不能够给你开这样的证明 因为这两个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的 希望大家呢 不要来找我开这样的证明哈 这位朋友为了逃避打疫苗 真的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朋友 疫苗很安全 是可以接种的 绝大部分人接种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的话 国家还免费给你接种 你为什么不接种呢 各位朋友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想尽各种办法 不接种新冠疫苗 他们都用的是什么手段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